夜半时分,沉骨响过十二声,满身酒气的司马尾整倒在我怀里昏昏睡去,一时叫人来想把他扶到榻上,却不得行。 因为,他死死地抱着我的脚,这南朝皇帝是有点子怪痞在身上的。 入宫当晚,他就直接捧着我的脚亲了一口,此后又时常向身边人一再夸耀,连大臣也不例外。 说我皮肤之滑腻,四肢之柔软,为事所罕见,边说还边摸着自己的脸颊。 仲卿有所不知,原非,就连脚后跟的肉也要比寡人这里软上三分呢。 满朝哗然,我霍国殃民之名,更为招住。 可我倒是纳闷,又不是我强按着小皇帝的头来亲本姑娘的狱卒,怎么临了都变成我一个小女子的错了。 当然,此等怪痞的确十分令我作呕,不过以身似虎,这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活着才最重要。 将我养出这一身细皮嫩肉的人已经不在了,我不能白瞎他的心血。 但我不是无暇欲臂,我也有弱点。 我视力不大好,所以司马尾不在的时候,我常常半闭着眼端坐垫中,看起来低眉顺目,幽丝万缕。 全部似平常柔弱无骨,八爪鱼一样地缠在他腰上。 这点小事儿被进前侍奉的工人传出去,越传越疯,直到招来了司马尾。 一开始,他总是悄悄地扒在店外窗框上偷看,在后来变成直截了当地要求我,日日在店中端坐几个时辰。 羞髓脸上红,我扑倒过去,赖在他怀里,娇娇硬下。 他勾指退了足下的金履鞋,请一杯酒灌入我喉,随后懒懒开口。 爱妃不问我为什么,我款白柳腰,皱眉坐不解状。 菩萨慈目是人间,依儿总是半征半毕,更显慈悲。 爱妃此态,有一曲同工之妙,可见你宽柔心性。 宽柔? 他可知温柔也是刀,要人命那种。 吹灭红烛,自视又一叶乌山云雨。 男人宽大的黑金袍袖,附上双眼。 而我想的是,当时拿针刺破眼魔的时候怎么下手不在狠点。 他不知道,比起菩萨低眉,我更清新的是金刚本色。 金刚弩目,只杀不渡,所以降服四魔。 可也曾有一波血金刚,苦海中作渡我偏周。 孙狗女,打有记忆起,我就叫这个名字。 民间相信,卑贱者命硬好养活。 某日,爹娘下了农忙,刚好撞见村口的大黄狗,便取此名。 盼我日后能驱邪避恶,逢凶化吉。 为着这个,哪怕后来他们把我卖为人奴, 就为给弟弟换两十小米作聘礼,我也从无怨起。 他们已经人质易尽,把我养大。 就算偿还了养育之恩,应该的。 是的,我是他们从七英塔里捡来的孩子。 江南烟雨,烟了无尽的浮屠惊涉, 人命若昭露,身家皆不保。 不尽的前来生中,一面求神拜佛,一面人相识淡。 在这白骨伟绩的乱世, 我一个女子能黯然长大,是何其幸运, 至少总比沦为北湖的奴隶,去以色式人墙吧。 对了,忘说了,卖一条狗得的银钱都要比发卖我多, 实在太对不起双亲给我起的名字了。 后来,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有没有顺利挨过饥荒, 好好活下去。 但至少,我又幸运地躲过一劫。 入赫兰府为奴,然后度过了我此生最快活的, 最独一无二的好时光, 连带一生的好琴迹也败于赫兰公子门下习得。 后来,天子以谋反之最次镇酒, 公子自饮三杯,吐血树生而亡。 那日,我的裸裙层层层浸染枫叶红, 入夜又婉转成恩于司马尾的芙蓉帐内。 我眸中只剩下刺眼的红。 在此后,不过空空如也地坐着, 行着,活着。 一日清晨,在司马尾的臂弯里醒来。 自我进宫以来, 他倒是在为流连过别处的温柔香, 由此开启了我圣卷不断的神话。 怨不得是神话。 因为他这人,属实心缘一马的毫无底线。 听闻他之前有位极宠爱的少年豪儿郎, 容貌姿美,疏于常人, 司马尾日日待在身边玩不厌。 可惜后来发现, 这少年拜倒在司马尾后宫诸多人的石榴裙下。 结局当然是人头落地了, 还是咱们英零神武的皇帝陛下 客串了一把筷子手,亲手砍下的。 当然,这只是我尚未勤诗时听到的市井传闻, 真相如何, 宫内众人三间七口。 此事过后, 司马尾就是把没了刀鞘的利刃。 然指宗亲姊妹都是好的, 城下的妻妾, 但凡有他看上的, 无不勒令密宋宫中。 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道, 爱卿有如此娇妻美妾, 是不公平, 尽致于此。 得星门前的宫砖, 不知道为此撒上过多少血和泪。 直到我入宫来, 司马尾一路抬我至非未不说, 连当朝皇太子都病入我名下抚养, 完全不用我费心力。 但还不够, 这点柴火, 怎么够烧掉这摔草朽木的南朝? 所以我挑破眼魔, 菩萨低眉宋, 最能惹司马尾烦心动。 原本这世间, 也没什么我好看的了。 而他如此上佛, 定然会有所动作。 他果然没让我失望。 一道旨意, 我不光成了后宫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原贵妃。 同时, 司马尾还命人搜罗全国的能工巧匠, 为我连造三座殿羽。 至于那个王皇后, 有她没她一个样子。 就是昔日高门贵女, 偏被家族献祭在这身宫, 天天看着自己的夫君不风魔不成火。 到底也是个可怜人儿。 其实, 非未亦得, 重点是封号, 居然选了原字, 司马尾到真台俱我。 原在本朝是贵族大姓, 就连她的生生母亲, 前朝原皇后都从此处。 我曾无意间撞破过她的一桩密心, 这也恰是我圣宠不衰的官翘所在。 昏暗的画室内, 她这一身女装, 静立在画像前, 卷轴所谓女子, 分明是被先帝厌弃的原皇后, 我和她时只有六分相。 她富贵大气真果色, 而我艳色昭昭似春桃。 难得的是, 我们低眉垂暮间, 那抹温柔过分相通。 可我低眉是为着我的公子, 原皇后又在为着谁呢? 传闻她有一爱而不得的心上人, 无奈因插阳错尾身于先帝, 但下灵而后, 对先帝更是终日冷脸相对, 最后郁郁而终, 也有说是服下阵毒自杀。 后来司马伟荣登大宝, 手起刀落尖, 直接杀了自己的父亲, 要不是贺兰若等一众老臣死贱, 她还打算绝坟, 再疯又能怎样? 饶氏九五至尊, 死生天欠, 她再也追不回自己的阿母。 我与窄门窥探, 心中荡真快意。 她无数的梦魇, 将永无归路, 便寻天地也不过想寻的一双相似的双眸。 她找到了吗? 当然找到了。 就在两年前的贺兰府, 那场让一切分崩离析的赏梅宴上。 彼时, 我上市府中贺兰公子的贴身女币, 每日最最要紧的一件事, 就是引公子去见名师学琴。 贺兰皮沙, 国之重臣, 两朝元老贺兰若的独子, 九岁时突换眼疾, 渐渐竟完全失明, 要识无一。 那般骄傲的惊天伟帝之才, 就此坠落谷底, 前程一世更无从谈起。 哪里有瞎子做朝臣的道理呢? 我出入府, 恰是公子刚决定, 从此以后便专注于私主之道, 不做他想的时候。 奈何他脾气太暴躁, 公子其实原先代人很是和善, 虽出身中门, 也从未对下人腰五合六的。 反倒失明之后, 变得阴郁沉闷, 阴晴不定起来, 众人惋惜怜悯之外, 不得不慢慢静而远之, 因为真的很暴躁, 动不动就让人丢饭满的那种。 撑伞慢了, 晒到他清白细腻的皮肤, 会大声呵斥, 递吃时没及时续上, 耽误他用膳了, 会直接转身, 不再继续吃下去。 凡此种种种种, 冬院流水的奴仆换了一批又一批, 贺兰老爷也十分头疼, 直到我来了冬院, 我是个不爱说话的, 旁人只觉我傻气可爱, 不是哑巴生死哑巴。 没办法呀, 从前寄人篱下, 说多错多, 我可不想挨巴掌, 毕竟浑身上下也就这张脸, 还算有用。 但我猜, 这大概也是我被留下 事后公子的原因。 这张脸, 不被看见才是福分, 还有什么比放在一个盲人身边 更好的选择。 虽然沉默寡言, 但我爱揣多人心思。 从前试猜养父养母的所思所想, 现在则换成眼前这尊大佛。 久而久之, 竟让我摸出点诀窍来。 公子性情孤高, 不爱直接明示, 也可能出于不想让人低看他是个瞎的, 想要什么就只是微微醋眉, 要不就是自言自语。 有一年炎炎夏日, 夜晚也难耐蒸腾酷热, 我悄然立在公子身后, 他枕在竹床上, 突然来了剧, 热。 嗯, 是够热的。 我赶紧接茶。 回答我的只有缠名, 过了一会儿, 又传来声热。 这才觉得不对劲, 连忙拿起团扇, 为他煽风那凉, 结果少请, 突然又蹦出来一个热字。 是嫌我煽的力度不够大, 还是觉得, 我走神不用心了, 可我也真的闷热到快受不了了, 在公子手下讨生活可真难。 于是加大煽风的力度, 才终于没了言语, 这还不是最折磨人的。 最要命的是, 后来除了伺候好公子, 我还得好生照料他的宝贝鸟们。 由此, 获起萧墙内, 世家贵族既爱把玩禽鸟, 已成夜都一大风尚。 公子也不例外, 他尤其偏爱黄鹰。 鸟有很多, 可提名声好听的不多, 一小只就抵得上万斤之数, 购府外全家七口一辈子的花销。 这是个, 人活得还不如鸟的世道。 饶是如此, 为着其生之妙, 也不乏常有不择手段, 甚至闹出人命的多多怪事。 府里众多鸟中, 只有个叫凤凰的黄鹰, 是公子的心头肉, 叫声着实出彩。 铿锵高音清脆有力, 像是公子手里那把琴画了形, 鱼韵且长且远。 不似鸟蹄, 公子最爱陈起木昏时, 闭目静听, 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自然, 喂养也要小心翼翼。 每日, 我都要精心炒制糙米, 磨成粉末, 另外碾碎鸡鱼干, 两者混合后, 再加入捣碎的胡萝卜叶之子, 麻烦得很。 这还没完, 我每天还要去府墙根底下的草丛里, 抓虫子或者昆虫, 一天两条的喂食鸟。 许是建兆顾得好, 公子对我越发和颜越色起来, 他倒也从未争凶过我, 从未。 甚至他还给予了我一个下人最无上的荣耀, 主子赐鸣。 然后我就有了人生中的第二个名字, 御奴小名, 阿奴。 往后深恩赴尽, 每每被那名堂至尊换作阿奴时, 我都会恍惚一瞬。 身伤不相见, 这短短一瞬, 与我, 足矣。 公子越来越不重意别人照顾他, 因起居的重担, 几乎全要落在我身上。 可我还要分出心去, 准备几日后的赏梅宴, 总有顾不上他的时候。 灾难就这么无声无息地降临。 赏梅宴选在贺兰老爷在郊外的一处, 隐居茅屋处。 庭院内几十株鼓梅傲然开放, 连着前几日落了雪, 更衬出冰花如玉, 红折起宴。 我本来在后院, 忙着纸灰茶水点心调度, 今天来了太多人, 根本忙不过来。 被妃女叫去前厅时, 公子正颓然坐在地上, 额头上一滴又一滴血顺着脸颊流下, 又砸到雪地里。 凤凰的紫檀四桶歪倒在一旁, 笼内早已了无声机。 我历史急了, 刚要蹲下去, 查看公子的伤势, 冷不定被身后一股大力扯起来。 贺兰公子府上居然有如此角色, 这样吧, 既然你不愿割舍爱鸟, 那不如将此美人送我可好。 是王眼, 名声在外的浪荡公子。 老陈日渐凋敝, 他仗着自己爹是朝中新进的红人, 到处耀武扬威, 整日声色全马, 听说本人也很得陛下亲眼。 至于得宠的缘由, 只瞧那后宫无数的美人, 都是他送进去的就知道了。 这下麻烦了, 不遇惹事, 慌忙要跪下请罪, 一只血手出现, 以恰好的力道前助我, 将将跪下的态势转为半驱。 莫跪, 公子冷冽的男生从身后包围过来, 如临府山雾, 见此分明, 怕是由不得你。 王眼急不在意地挑眉, 一挥手, 带来的府兵乌央乌央刮过来, 树刃泛着寒光的刀尖指对公子。 温热的指腹藏于宽袖间, 静静抹扎着我的虎口, 似在安抚。 是公子, 眉梢痛骨, 我沾着前程缓慢回卧, 平冷风, 任差遣, 到底要如何是好? 我转头背过众人, 冲公子身后的黑女偷偷使眼色, 让他快回府中给老爷报信, 还没等他潜出院门, 一道浑厚霸气的男生 越过重重金戈银甲荡过来, 放开他, 满院跪得黑压压的, 落针可闻。 那是我第一次见司马尾, 年轻的君王极有威压地 慢慢扫视着众人, 到全部似传言中放望行骸, 风火喧天炼出来的帝王气 可见一斑, 不过, 他怎么会好端端地出现在这郊外别院呢? 莫非听到了什么? 风声? 凉久, 低垂的眼帘, 墨地闯入双袖花鞋, 地上凉, 快起来。 他掺起我, 语气温柔无垢。 刚才着急跑出来看公子, 一时忘了穿鞋, 遮在群居下的脚早就动到没有知觉, 他竟然注意到了。 我胆颤, 仓皇起身塌上鞋子, 负药再跪, 却没成想直接被拥入怀中, 恭贺陛下喜得家人, 亡眼带头, 领着众人扶手在下, 热热闹闹地恭维起来。 胡求大厂, 隔绝了我与东风的一切纠缠, 裙摆如湿的些许血水, 已经双结成兵。 抱。 陛下, 在后院发现一地下暗室, 是个小型武库, 怎么会? 我日日都来这院落准备宴席, 边边角角在熟悉不过, 怎么会不知道, 猛地看向王眼, 他是如此志得意满, 面露贼光。 是他抄出来的。 陛下这回总信了吧, 贺兰家早就包藏祸心, 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力斩不赦, 诸三足, 抱着我的人淡淡开口, 仿佛他杀的不是人, 只是在年死无所谓的草芥楼椅一般。 说吧, 懒着我就要出门。 变故来得太快, 我脚下好似生根, 并未有所动, 美人舍不得。 想随贺兰公子一起去了? 司马尾阴策策地盯着我的双眼, 我退后三步深深拜下, 陛下, 妾幼时扶平无一, 幸得贺兰公, 贺兰全辅照福, 请容妾拜别公子。 真是个水晶心肝, 去吧, 姑等你。 等字咬得太重, 我不敢耽搁, 亦不敢落泪。 天地止于孤寂的白色尘荒, 对面明丽的笑色, 映照在我注水的眸中, 一丝风的呼啸也没有了, 我重重地扣手在地, 在起身, 手上已被司马尾塞了一壶震灸, 送送公子吧。 是, 强压巨翼, 双手颤威着捧上酒尊, 交替间, 有冰凉的小指, 微不可查地点了点我的手背。 两下, 他是在告诉我没事, 放心, 这是独鼠我们之间的暗号。 我平素总紧绷着一根弦, 时刻担心他哪里不舒服, 总是问东问西的, 后来实在问烦了, 他索性回回就点我两下, 已是无事发生。 但这次不一样, 他最后的温柔 被尽数掩埋在这个风雪田。 公子, 你我同来, 但御奴暂时不能与你同归了。 蒲尾灰飞, 青气咬去, 黄泉路上, 你且先行, 眼前唯有一身冰凉。 这是冬天的最后一场雪, 覆灭了赫兰府弥留的所有痕迹。 江山万千, 满洒避泻。 司马尾自此独揽大权, 正从己出, 再无枷锁。 而我, 往后告别女儿身, 只熟一身观音像。 三座宫殿建得很快, 也很好。 不, 应该说是穷尽奢华。 司马尾下令所有的墙壁都需贴金, 无数的金钉, 能融的都统统融了化为涂料。 陛下, 这样太慢了, 不如直接在京郊架起炉子炼金吧。 我连不轻移, 浮在他膝上无限挨挽地开口。 于是, 荆棘附近堆满草垛, 差翼高高举起火把, 皇城角楼之上, 司马尾抱着我看了整整三个月日夜不息的冲天红光。 阿诺快看, 这夜亮如白昼呢, 如此一来, 那些啃草皮的健骨头们也都跑去别处了, 甚好甚好。 我窝他怀里笑到滚成一团, 夜风咆哮, 连笑也沾惹上几分圣人寒意。 无人知道, 我藏在广秀之下几乎要狠狠钻破的掌心, 如此也还是不够。 他又斥令全国各地的寺庙献出各种宝物, 只是用来装饰殿宇。 佛为众生, 他连这个都要据为己有。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满殿的珠光宝气, 太疯了, 疯到我害怕。 盛世江枯, 是我火上浇油不错, 可司马伟却始终在风口大力煽动, 快要把这方疆土稍微灰烬了。 他却觉得, 我还是在称怪不够奢华, 大手一挥, 提了婆娑殿, 神仙殿, 永寿殿九个大字, 命人以黄金做匾额, 银粉负字。 幼浅画师细细描摹我眉眼, 然后以此塑像, 挤九州赋税而成的巨大圣母像 微然立在婆娑殿正中央。 每日晨昏, 无数工人都被强令在此朝拜。 我仰头看向这高相神佛, 玉石精雕的面容上, 挂着一丝宁静到淡然的笑。 原来现如今, 我还能这样超脱地笑出来吗? 不, 我可以更潇洒些, 但还没等走下一步棋, 我就先中毒了。 我腹痛到死去活来, 神智也逐渐消散, 最后直接昏倒在榻上。 依稀记的耳边最后传来的是 司马尾的无能狂吠, 就不回原非, 你们都给姑陪葬。 拉出去砍了, 下一个太医呢, 再醒来, 已经换了身干净的琴衣, 刚想活动下, 不料惊醒了踏边的人。 堂堂帝王也有一冠不整, 满脸胡茶的时候, 活像条落魄的丧家犬。 费力抬手, 笑着捏了捏司马尾下巴。 他俯身贴过来, 整张脸深埋在我柔顺垂下的发丝里, 右手还还着我的腰, 半是轻捧, 半是禁锢。 突然, 我感觉脖梗上好像被烫起一块皮, 连焦香都黄若可闻。 他哭了, 震惊过后, 我勾手轻拍他的背, 一下右一下, 斯阿姆安抚哭而入睡。 沉香鸟鸟,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他的呼吸何时这样轻过, 是不是想起了元皇后? 不得不承认, 这一刻, 满殿的寂静曾短暂洗净过我的心。 那颗, 早就肮脏不堪的心, 奈何终究欧珠锦艳, 流离一碎。 再抬头, 他还是往日那个生杀大权在握的君王。 那滴泪, 怕只是我一个人的错觉。 黑女过来掺我起身喝药, 担忧地开口, 阿奴, 这样真的行吗? 我盯着店门口, 司马尾刚怒气冲冲地走出去, 叫嚣着要大肆搜弓, 查出下毒凶手为我报仇。 不行也要行, 不然你我就会沦为砧板上的鱼肉。 我们只能做直骑人, 我还是太高估自己。 阿奴, 陛下车列了下毒之人。 是谁? 你的近视宫女, 绿珠。 哼, 等来等去, 就等到了这个结果, 就杀了那个被我处罚的小宫女。 那日, 绿珠为我擦拭一床古琴, 不想琴却摔落在地, 整个底板列了到长长的口子。 宫中众人皆知, 流水的金银玉气 比不上我最爱的那几张摇琴。 更何况, 他摔坏的还是海月清辉。 那是, 公子留在这世上的, 唯一的遗物。 他去后, 我再为父亲, 都说见旧物如见故人, 我不是, 无论手执何事, 流泄出来的美声琴音 都是关于他的记忆, 工商较直语, 必无可避。 这个音错了, 重来, 挨了一记手板, 我是这么骄的吗? 又是一顿打手板, 你是个小傻瓜吗? 阿奴, 这么简单的谱, 怎么就是记不下来? 那样,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日子, 如今再也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和他情绩不相上下的女琴师。 无数次艳影, 厚厚的屏风之后, 都是我带他在抚琴, 坐下竟无一人听出分别。 而公子端坐在侧, 隔着一连轻柔胀满, 迎应煮火拢住他全身, 半明半暗。 他似在看我, 又好像没在看我, 他什么都没做, 只有月亮知道我羞红了脸。 一声入耳, 万事不离心, 我的指尖留存了他一生的少年气。 如今, 琴都毁了, 这让我如何能不教训绿珠? 可我本来只是责他去敲几日尘骨, 此事便作罢。 偏巧那日司马尾正好撞见, 直接命人包去他所有衣物, 然后罚跪在尘骨之下, 不得起身。 他就那么连着跪了三日, 双腿几乎废掉。 阿奴, 是姑对不住你, 小小贱婢竟有如此胆量, 敢下毒害你, 都是姑的错。 司马尾靠在床头拥着我, 轻声细语地安抚, 而我只是笑了笑没说话。 我早知道绿珠心思不对, 可我以身作耳, 鱼却没上钩。 绿珠, 他是太子的人啊, 本来我是毫无觉察的。 但绿珠实在太过招摇, 他行礼叩拜时, 袖口露出一小节之金锦, 那是南朝皇族才能用的角落衣料。 是谁把手都伸进我这神仙殿中了? 暗中浅黑女盯着绿珠, 居然发现他和太子内官在私相授授。 好个皇太子, 还是对我这敬母不放心啊, 当初我是怎么和她说的? 修平侯, 妾日日服下婢子汤药, 今后定然无所出, 归入妾名下抚养, 妾许你夺得太子之位, 如何? 血肉至亲, 怎么比得上那流珠冠冕? 再说, 尹川王氏早就没落, 怎么与他庇护? 如我料想中一样, 狼宰子片刻犹豫都没有, 转身就病入我名下抚养。 当然不是因为我交房独宠, 而是为着败入贺兰府的那三千门声顾利, 镰刀落下, 砸了贺兰满门又如何? 昔日信坛尊尊教会, 预出的是生生不息, 万古不悔的烈火, 那是无数人匡复设计的不死信仰, 那把海月清辉便是信物, 线下他登了太子之位, 逐步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党羽, 倒是越来越明白, 先下手为强的道理了, 可怎么就挑了绿珠这个不知收敛的蠢货? 黑女回报太子那人, 给了他一包毒钥匙, 我想不如将计就计, 反正迟早, 太子的命也是要取的, 不如让司马尾自己来好了, 我只服下一半毒, 药效开始发作时, 我满腹脚痛, 恍惚中好像看见公子朝我翩翩走来, 阿奴, 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鸳鸯秀背面几乎要让我撕裂, 痛, 太痛了, 可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他一说, 我中的毒是文书兰, 那是只有北湖才有的蜘蛛, 遍兰满朝, 也就太子月前代司马尾接见过北朝使臣, 此物分明裂在李丹之上, 这么明显的指向, 司马尾却视而不见, 在不知道和不想知道之间, 他选择了后者, 孤家寡人竟然还惦记着那点血脉亲情, 可若是断不掉, 铠甲也能变成软肋, 此事过后, 猜忌的种子, 怕是已经根植在司马尾心里, 时间自然会替我催生出苦果, 眼下, 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要筹办云雀竞技宴, 我如今娇生惯养, 也爱上把玩起鸟这等乐事, 不过我最心愿云雀, 此鸟天生爱青云直飞, 哪怕关在笼子里, 也要飞到那最高处, 所以极难抓住, 司马尾为了讨我欢心, 规定各辅州县上贡云雀, 再在宫中社专门的训鸟观, 月凤百时, 听闻民间一时沿袭抓鸟之人, 比鸟还要躲, 可哪里有那么多云雀抓呢, 早都被吃得七七八八了, 于是, 司马尾又准许折成银钱, 脸才明目一下子多了成百上千个, 他或许规定了一倍, 可谁知道, 他宠心的下头那帮小人, 会加多少倍, 我擦拭着手上沾染的香灰, 嘴上却不停, 陛下, 怎么才这么几只鸟啊, 好没意思, 阿奴不要急, 故意加急派人去寻了, 一定给你办个盛大的宴会, 好不好, 有些大力地拍掉他正挠我下巴的手, 默默地坐在旁边不吭声, 司马尾有一瞬的诧异, 我更加低眉垂目起来, 一副可怜巴巴的小模样, 切不过是爱鸟罢了, 连这么点小心愿都不能满足, 我嘟嘟囔囔地控诉, 我知道, 他最受不得我这副将哭不哭的样子, 实在太像那个面目模糊的元皇后了, 那些他曾求而不得的东西, 司马尾都会补偿给我, 所以他派宋将军亲自出动捕鸟, 宋玉震慑三军的虎为侯, 三朝元老宋西仲的独子, 真是杀鸡烟用牛刀, 这是一种无形的折辱, 但人只有逼到绝境才知道, 是穷途陌路, 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就是要逼宋家先动手, 连朝臣之首都忍不下去, 还有谁誓死捍卫这司马家的天下, 我会等到冰龙相见的那一天, 若要赏真正的穿云之姿, 必得放云雀自由, 高达无耻的鸟龙一字排开, 每个里面都有一只调教好的云雀, 放, 一声令下, 龙门同时打开, 数只鸟扶摇直上, 名转之声自云端接连落下, 只削端坐, 烟雨淫淤, 深谷踏花的天然之美, 就自动浮现眼前, 我垂头细听, 心最神秘于这天籁之声, 能片刻忘记自己身处, 这红尘高墙内, 也是一大幸事, 刷, 一只利剑破空而来, 直冲玉座旁边的, 我, 想象中的疼, 并未如妻而至, 两久, 我睁开双眼, 是司马尾护住了我, 见时已经穿碎身后屏风, 给姑茶, 是谁要行刺造反, 话音刚落, 一袭轻衣从群尘中闪出, 是宋西仲, 我埋在司马尾尖头, 阴阴啜气, 嘴角却是悄然勾起, 世人皆赞宋侯西仲 素素如松下风, 高而许隐, 现在, 他跃众人而来, 不败, 亦不贵, 从年少依气风发, 到如今垂垂老矣, 这位文臣, 已经以若肩独挑了三朝的重担, 他自己, 就是南朝最巍峨的一岛辈, 陛下, 老臣自知已是无用之人, 舔居高位多时, 燃江山半腿, 臣不能眼睁睁地看, 祖宗设计会在这个剑臂手中啊, 那你就造反不成, 孤敬你是国之著石, 别太过分, 退下, 司马尾还是有些害怕同他打交道的, 可对面好像并不领情, 拧名而生, 不莫而死, 臣, 今以赤血见陛下, 万望以江山为众, 切不可因美色误国呀, 说完就一头撞向台下御街, 不可, 丞相, 不可, 满座惊呼声中, 血染碧玉, 今日恐怕不止他一人要殉道, 腰飞不除, 设计难安, 宋玉冲出来, 怒默而逝, 他甚至拉满弓, 直接对准我, 或者说是对准, 我身前的司马尾, 剑指天子, 乃是重罪, 他连这个也忘了, 手有些抖, 紧紧地攥住前面人的衣角, 大概以为我是怕极了, 司马尾干脆会握住我的手, 可我不是因恐惧而发抖, 是愧疚,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愧对着满朝忠臣, 直臣, 孤臣, 可失手补天烈, 已经太晚了, 风雨飘摇的末路王朝, 一人王和一国, 富佑有何区别, 不如改换新天地, 请诸君多喝几碗孟婆汤, 来生在奉贤君策, 争天下守太平, 与邻君的乱剑, 坑杀了南朝复兴, 最后残存的一点希望, 文臣再无几两骨, 武臣再无可用姜, 差不多了, 这把火烧的是火候了, 太子司马懿闯入寝殿时, 我正在沐浴熏香, 卫散的水气打湿的双眸, 暗夜里折服着飘渺的玫瑰昭露香, 她是该来, 没了力挺她的宋家和万千清流, 她这个太子还能当多久, 杀了她, 才是真正便宜了她, 我以为自己要被溺死在汤池中, 可灯烛摇曳映照下, 她眼中蹦出的, 居然是潜伏已久的野性, 心中冷笑, 司马家真是好传统, 是父登位, 寄于父妾, 袁娘娘, 要不, 跟了我? 父皇快老了, 你甘心过这样的日子? 司马懿步步逼近, 在离我勘贪一拳进的位置停下, 好整以暇地用她那两只担缝掩去着我, 自己拖, 窗外七风苦雨卷进来, 刮起我满身站立, 无休止的凉风顺着脚踝爬上来, 阴冷烈心, 狼已经失去了等待的耐性, 他正要上手, 身子就在我眼前软绵绵地倒下去, 闪出一张脸来, 是黑女, 阿奴, 你没事吧? 烛光摇坠, 我靠在冰冷的墙上, 静默无声, 缓了缓心神, 你们是特意挑中我的吧? 啊, 什么? 黑女似是不解, 我的脸? 没有一句回音, 雨莲收集了所有的剑末, 因为我这张脸, 所以才被挑中入贺兰府, 又得公子悉心教导, 我很像先皇后是不是? 所以你才会在贺兰全府覆灭后, 不离不弃地跟我入宫, 护我周全是吗? 是, 黑女艰难地开口, 但阿奴, 公子没有失明对不对? 光当, 她的配件掉在地上, 砸出数不清的谜来, 公子没瞎, 并非我有意探知, 那天我一时恋琴入了迷, 没发现公子早就不见了, 于是四处寻找, 终于在工房前找到她, 正要过去扶她, 可我却看见了什么? 她和常人一般, 自己走去桶边镜首, 那么高的时间, 自如迈过, 如果说这是因为路走熟了, 还情有可原, 但我昨天才换过水桶的位置啊, 那水桶在花园角落呀, 不细看, 甚至都发现不了, 我原先是打算让人弃个小台子, 更方便公子更衣净手的, 可, 我死死捂住嘴巴, 引在转角眼下, 不明白公子为什么要装下, 直到有一夜, 东院公子卧房传来啊的一声, 众人直登赶到时, 屋内狼藉散乱, 全是打斗的痕迹, 烹煮热茶的铁壶歪在一旁, 公子捂着被烫伤的胳膊, 不发一语, 我望着老泪纵横的贺兰老爷, 终于知道公子为什么要装下了, 这样的暗夜刺杀在贺兰皮杀九岁前朔剑不鲜, 他失明之后才有所收敛, 不知今夜怎么又开始了, 是朝中最近新旧两派斗得太厉害的缘故吧, 还是皇城的那位从未放心过天下广布门生的贺兰家, 打那以后公子完全闭上双眼, 终于安静垂守, 比那高尚的神佛更超脱自得, 只是他对我极易的训练更为严苛了, 赏梅燕启事也是我收拾他那世时发现的, 公子平常根本不让人进去的, 可不知那天怎么了, 突然命我整顿卧房, 现在想来, 大概是他故意想让我看到的, 公子贴身的礼衣上, 写满了鲜血书旧的姓名, 竟全是朝中重臣, 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他赴死, 没用的, 可无畏的人心里, 大底都住着一个魔, 我分明偷运出了暗室里所有的兵械啊, 可到头怎么还是被网眼抄出来一大堆, 那一刻, 我明白, 我拉不回已存死至的决绝, 既然已经无可救药, 那不如萨踏如流星地彻底击碎, 然后重塑, 他未尽得至, 我来全, 秋天的结尾, 夜城内战火纷飞, 如墨夜色被通天火光撕破, 征讨习文里, 山红玉下, 势不可挡, 宫门内人心惶惶,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 墙外日日吹响的一军集结号, 他让王朝生锈, 这世间再也容不下司马家的荣耀和残暴, 我是在婆娑殿, 圣母巷下找到司马尾的, 人人都在收拾戏软, 准备跑路, 只有我身着素衣, 卸尽拆环, 逆着人流, 去寻末日的君王, 他的被勾搂的厉害, 正仰头痴痴地望着巨大的佛像, 你来了? 是, 我来了, 我走过去, 跪在他身旁的蒲团上, 看, 阿奴笑得多温柔, 他扭头看我, 而我盯着神像久不言语, 混沌肮脏的人世间, 满殿神佛却带着洞察一切的睿智但笑, 无数被压迫的人匍匍在他脚下, 修着各自的心安与信仰, 而司马尾跪倒在神像前, 是为了让万民也匍匐在他脚下, 何其低劣, 何其悲哀, 菩萨坐下见青山, 阿奴, 你爱过我吗? 其君功成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我不合时宜地冷笑出来, 在爱和不爱之间, 我听见自己说, 我不配, 万物皆来这世上一遭, 何分三六九等, 司马尾笑着开口, 随后又挥败地摇摇头, 他什么都知道, 可对权力的痴迷, 让他假装不知道这一切的缘由, 无情善及, 终是帝王心必不可少的试炼, 房梁上跳下一人, 是他的亲卫君, 带他走, 这是他此生下的最后一道旨意, 我没拒绝, 临出殿门前, 我忽然转身身败在地, 妾, 绝不读活于世上, 但, 妾有妾的归处, 望陛下万分珍重, 下辈子不要再脱生在帝王家, 他白白手, 散尽了此生的业障和爱恨, 急迟的骏马飞奔在出城的路上, 掠过的无数光景里, 有尸体烧焦的作呜气味, 有烧破苍穹的怒火, 也有哭寻亲的跛脚姑母, 马蹄踏过洼地, 染遍红痕, 到处都是震人心魄的哭喊声, 我在粉水边勒住了江绳, 我好像听到公子在喊我了, 阿奴, 你快来呀, 那年春色潦倒, 他学我治粉水之冰踏青, 绊绊桃花之城温柔情网, 我和公子躺着数星星, 阿奴, 你知道吗, 天上有一千颗星星, 不, 有一千零二颗, 为什么, 公子, 你这么聪明猜猜啊, 阿奴不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你的眼睛在我眼中也是星辰, 悠悠天地内, 不死会相逢, 秋夜红了, 星星落了, 朝阳缓缓升起, 一颗石子没入焚水, 不痛不痒, 我也落了, 公子, 你训江山, 御奴记你, 番外, 司马尾视角, 到处都是尖叫声, 落了殿门的锁, 不准任何人打扰这方最后的净土, 最后竟是这尊 巨大的雕像, 伴我赴黄泉路, 巨大的阴影龙下, 我仰头看他低眉俯瞰, 怜悯众生, 眉目清澈如露, 像极了某个人的样子, 他刚走, 我记得他跪在这蒲团上, 每每念香认真参拜的模样, 可刚才他明明眼睛微颤, 肩膀也在抖动, 嘴上默默念了句什么, 他这次会求什么呢? 是求留在我身边吗? 还是像以往一样, 转头笑着递给我一炷香, 我没等到这炷香, 却忍不住开口问了他爱不爱我, 他居然笑了, 工人私底下都议论他佛口舌心, 天光不见理, 我却亏得他谋中天真而残忍的恶, 破碎隐忧, 好一场堵上清白皮囊的厌鬼瘫痪, 他福贵在地上说不读活于事的时候,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目鱼已记, 暗敲人心, 就此别过吧, 阿奴, 我的一生原就是个错误, 晦暗潮湿, 只愿这凡胎肉身能最后再惹些檀香, 烧熟罪过, 阿奴, 我带你骑过诸天神佛, 这次愿你能为自己而活, 巨大的佛像倾倒, 我想我终于可以去见阿母了, 小时候他总不愿见到我, 姑母说是因为我长得太像父皇的缘故,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父皇和母后恩爱才会有我呀, 可父皇好像也不太喜欢我, 他更喜欢二弟些, 在他眼里,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他喜爱什么, 我就去学什么, 而且一定要学到最好, 可父皇还是不肯正眼看我, 后来我长大些, 宫中流言如废, 说我不是皇室的血脉, 是野种, 我好像懂了, 这是连活下去的一线希望都不给我了, 只有自己做执刀人才是最稳妥的, 我开始暗中豢扬死侍, 培植朝堂势力, 直到魏阳宫里传来丧钟, 韦儿没有阿母了, 再没有人在黄昏时分为我诵诗书, 也再没有眷眉书月的明谋佳人, 对镜贴黄, 父皇再次将我下狱, 因着虚无缥缈的流言, 那我就真篡位给他看看, 高堂不胜寒, 单轻若鸿毛, 我只要现在, 那明堂之上除了权力, 一定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爱, 可我从来没在九色环色中, 叹得几分真心, 那日, 王眼告诉姑, 贺兰家有异动, 于是我跟着去了赏梅宴, 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撼动司马家的天下, 于是我看见了, 一位少女赤着脚, 慌慌张张地从后院跑过来, 眼里蓄满了担忧的海洋, 我乍然回到那个冬日, 那也是个戚风凌冽, 穷花穿树的雪天, 我被父皇编吃之后, 罚跪在建章殿前, 母亲也是这样赤脚赶过来, 每一脚踏在雪地上, 都是一击响亮的巴掌, 嘲笑着我的无能, 可我只是多吃了二弟的一块糕点啊, 那场雪, 赶尽杀绝, 而现在, 我在她的身上认出了阿母, 所以, 我捉了乱臣贼子, 带阿奴回了皇城, 哪怕, 等待我的是一场粉身碎骨, 我也要与她同肃同期, 我不后悔, 因我依然如是, 这个结局, 配得上我当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 我唯一遗憾的, 是没有早点拥有它, 什么是永远呢? 永远就是后来, 司马尾肉胎成泥, 御奴消影失行, 再无重逢, 可是史书惊鸿一笔, 后人谈起, 何为红粉香之刀下死? 妾, 但未君安, 一切又都从那句话开始了。